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看到很多胃功能失调的病人 本身最初胃有点不舒服 很多时候可能是一次肠胃炎引发出来 因为很多胃功能失调的病人 本身胃未有事之前 可能已经有其他的背景因素 例如长期有失眠现象 甚至有一些压力焦虑等等的问题 当胃本身接受另一个刺激的时候 通常这些可能是肠胃炎 或者有一餐吃得很饱滋 或者吃了一些脏东西 就会引发胃功能出现失调 令到胃的痛觉神经线很敏感 而且会影响到食物方面吃不到 所以这些病人我们看到 主要是以胃的症状为主 但是其实背后是留意到 他本身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压力的因素 失眠的因素等等 所以这些病人 他最初接受第一线的药物治疗 例如胃酸帮咪制剂 又或者是一些速冻药的时候 治疗效果都不太理想 所以这个病人 我们就需要考虑第二线的药物 因为考虑到它是有一些压力焦虑 睡眠方面的因素 我们都会用一些三横类抗抑郁药 这一类是调节胃痛觉神经线敏感的药物 虽然它的名字叫抗抑郁药 但它主要这些药物的用处 就是希望改善、调理胃的痛觉神经线敏感 所以这个病人接受了这一类的药物治疗之后 他的症状也大幅改善 慢慢就可以过一个正常生活 吃回正常的食物 胃功能失调本身的性质 其实是身体的压力信号灯 所以比如睡觉睡得不好 或者是有一些压力的因素 或者饮食等等的原因 引发了身体压力水平高的时候 胃的症状就像一个火镜中误明 或者一个信号灯一样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 如果病人的状态那一段时间 已经不太好的时候 胃的情况就可能会发胃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理解胃功能失调 就是一种功能失调 是随着身体的状态 而病情有起伏的 所以严格来说 就不可以说一个叫做脱尾的病 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胃功能失调的病人 本身背后是有一些病因 尤其是一些焦虑、情绪等等 如果我们在这方面 做一些自本的药物治疗 例如有个别的病人 焦虑的症状比较严重 我们处方一些类似 血清素的药物 这些血清素的药物 除了是改善到压力情绪之外 也会直接改善到胃的功能 所以这种情况 服用这类药物 我们处方一个疗情之后 大部分病人的症状都会有很大幅改善 甚至是完全痊愈了 那也要eki 这种问题 这种精神的病人 偶尚的迫射 还有老师 你这个病人 你这个病人